欢迎收看5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 16号的县政总质询 则是由县议员中速镇 并且针对玉里镇旧台9 每年夏天芒果成熟时掉满地 腐烂发臭变成烂果大道 而每年都有人滑倒摔伤 另外针对南区应该设置智慧型交通 让车流量顺通等建言提出质询 县议员中速镇表示 玉里镇旧台9线上 种了相当多的芒果树 也到夏天芒果树成熟之后 满地腐烂发臭成为烂果大道 造成用物人滑倒受伤 甚至断腿 也情节不能够加以重视 维护用物人的安全 种了一年又一年的来反应 可是仙福也一直都没有 很好的一个作为 那既然说要把这一次我们所提到的 我们的台9线旧台9线的芒果树 变成一个烂公路的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知道身边被威胁了 那民众当然会一直对我们政府做一个很大的疑问 为什么不处理 那既然说公路级第四公路段已经移搏了这个 这个台9线 旧台9线的这条路线呢 给我们的玉里镇公所 那是不是路数要一并呢 可是经过我们上次的会刊 祭司既然告诉我们说 因为没有列入他们的财产 所以不再不是他们的财产 那归谁管啊 谁跌倒谁倒霉 对不对 这样的环境你叫人家来观光 所以我特别去照了很多的行道书 去看人家的景观大道 人家是怎么做的啊 做到人家愿意搭飞机去看 去看他们的景观大道 搭飞机去那边拍照 然后留下很好的回忆 为什么我们不行 而且我们这个旧台9线的景观大道 你做出来根本就不需要花很多的经费 另外针对副理箱 与理针对学乡 智慧交通的设置 也请县府能够规划 让车流量能够畅通 透宽是让所有的人都有一条 很好的康庄大道在走嘛 那现在好多的红利灯 从我那一天要回议会呢 我只要停红灯 就同20个我就算不下去了 所以我从玉里开车开到花莲 最快的话一个钟头50分钟 以前一个钟头20分钟可以到 现在一个钟头50分钟 慢的话两个钟头 所以我们会想到说 为什么不用科技的方式 AI的方式来做一个感应式的 当你车流量少的时候 你可以绿灯让大家畅通的来行走嘛 然后如果说真的车流量大的时候 他感应之下 他马上就红灯来 来来调整你的红绿灯嘛 让大家能够更安全 鲜艳中心表达是玉里正旧台球线 芒果大道 也请幸福能够家里处理修剪 不要再用路人受伤了 另外智慧交通的设置 幸福能够提早规划 让其次在调整线上的用路人能够安全无遗 记得Join华硕了